今天我们来做一些纯粹的科普 随着紧张的情况死灰复燃 在我的微信群里面又开始有人在转发 关于一级CG来防治新冠的视频 首先来说这件事情的确是有 而最先发现一级CG可以防治新冠的 是最不着我们国人喜欢的日本 然后国内也对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 进行了一个证实 所谓的EGCG这是它的英文缩写 它的中文名字叫表墨石子二茶素酸值 也就是止形二茶素 这种止形二茶素是在绿茶当中 它的含量是最多的 其次是白茶 然后黄茶 然后乌龙茶 红茶几乎是最少的 如果它和绿茶里面的含量相比 几乎可以不近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EGCG它的含量是和发酵程度成很大的相关性的 也就是发酵程度越高 它的含量也就越少 你看几乎水平发酵率是含量最高 然后是轻微发酵的白茶 当然日本人它找过件黄茶 对吧 所以黄茶应该是和白茶差不多 之后是乌龙茶 但是乌龙茶对于外国人来说可能就一种 就像铁花银这种 但是对于我们国内来说太多了 而且这个发酵程度的它的跨度区间特别的大 我发酵程度最低的只有3%的铁花银之类的 到发酵程度最高的产自台湾的东方美人 它这个跨度是特别大的 所以如果你不知道工艺对这个含量造成的影响的话 那么你很容易被这些名字所误导 比如你觉得乌龙茶含量其实和白茶相差不多 那么你买了一个发酵程度较高的乌龙茶 这不可能取货到高含量的ECG呢 除了发酵程度之外呢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ECG它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物质 它会水解也会氧化 那些想通过喝老茶到了这个目的的旁边 这角度可能是走不通了哟 那么为了获得这个东西 真的只能去喝这些偏寒的绿茶呀白茶嘛 其实并不紧张 在这个茶叶当中啊 它这个抗菌的东西不止这么一个东西 比如茶黄醋 茶黄醋呢是第一个茶叶里面发现的 具有抗菌消源作用的周知 除此之外呢 比如茶黄醋啊 茶褐醋呢 都是有很强大的生命作用的 因此呢 为了获得这种保健 甚至是防身的效果呢 不一定非要喝这个茶 其实所有的茶都可以起到这个效果 那么如果我不喜欢喝茶 我直接去买这种ECG的制剂可不可以 那么在这里呢 就需要注意一下 ECG呢 这个东西呢 并不是越多越好啊 一旦它的浓度超过日常40倍 你服用它之后 预和会对你的这个DNA造成损坏 它是会致癌的 所以呢 任何东西呢 社会都是有一个量的概念 千万不要超量的去服用 好了 既然茶叶有这么好的效果 我们更加不能够把我们祖先 用生命换回来的茶叶 组织高阁了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喝茶吧 麻烦